現在到底對於民眾黨來說 還有沒有下一步 因為我看到趙大方董事長 他也提到了 他說柯文哲這樓起樓他呢 不過就是幾年間的事情 雖然面對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可是只要民眾黨的八名立委 持續在立法院好好表現 就還有一線生機 你怎麼看 我覺得趙大哥講的也是對 因為目前看起來 這個立法院才剛第一會期結束 然後準備進入第二會期 那還有三年 那就看接下來民眾黨這些立委 在立法院怎麼表現 那問題回來了 今天柯文哲如果整個GG的話 算不算跟民眾黨GG 我個人認為 台灣還是有第三市場的 第三勢力的市場 但現在看起來不會是柯文哲 這個領導人不會是柯文哲 對 然後不會是 可能不見得是民眾黨 但你說有沒有人討厭藍綠 有 這個勢力還是存在 只是說這個代言人不會是柯文哲 因為看這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已經結束了 我覺得柯文哲大概已經快結束了 因為你光這個金華城的案子 大家不要忘了前之前是什麼 你買商辦 然後你去看豪宅 這個東西已經讓形象都傷了 那今天看出來民眾黨 已經內部還發什麼 大家穿草鞋去立庭阿伯 這個就有點矯情了 因為你過去如果沒有在爆發 這些案子上 你說穿草鞋去立庭阿伯 大家可能會相信 民眾黨可能真的大家沒錢 可是你在經過接二連三的這些 看起來民眾黨並不窮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說穿草鞋 就有點太over 可能是Nike的草鞋 Nike的草鞋 那很貴 或是某某知名時尚品牌的草鞋 對 那問題回來了 今天重點就是在柯文哲的人設崩壞 他崩裂嘛 那金華城的問題 我覺得從到尾 其實我相信一個很大的疑問是說 到底市政府在放寬融金獎益的時候 金華城給市政府的公益性在哪裡 這個好像目前柯文哲 柯市府都沒有 你有對外講清楚嗎 如果今天金華城他不是都更的案子 他是興建案 那為什麼可以用都更的融金獎益 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他給市府給市民的公益性 跟這個所謂對價性在哪裡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那現在目前看起來好像從金流上 沒有直接的證據可以到柯文哲身上 所以剛剛可能問了一下牧可的一個情況 看能不能有一些其他的金流能夠竄起來 那除了金流之外 就是我剛剛問了 有沒有圖利的情形 圖利的就是說 為什麼你要放寬到這樣的地步 如果過去好市府任內都 監守392的底線 然後從柯文哲第二任之後 從560變840 這個我覺得到現在市府 柯市府的人都還沒有講清楚這一點 對啊 那你給市民什麼 你給我們的公益性跟對價性在哪裡 大家看不到 所以會不會變這樣情況 我覺得整個火燒成這樣子 其實當中最大的轉折點 就是從他的假帳案開始 我覺得之前可能有鋪排啊 但是為什麼突然加速了這麼快 時機成熟了 時機就從假帳案到的看房 買商辦這一連串的鋪排之後 現在收網剛剛好 因為氣氛對了嘛 第一個你柯文哲人設崩滅了嘛 然後再來 大家對你的觀感已經不會像過去說 阿伯今年阿伯這個怎麼樣 這個條件已經不在一般民眾的心中存在 你可能只能在民眾黨的支持者 還可以說服自己 然後大家取暖OK 這沒問題 可是你要怎麼說服民眾外支持者 你現在看起來過去 柯文哲其實最因應為傲的就是中間選民 可是現在看起來 中間選民真的有完全相信柯文哲嗎 很多人下車囉 已經變個問號了 甚至很多人我剛剛講很多人是法盲啊 他可能不了解法律程序 不了解法律程序 他看到的是說哇 柯文哲被約談了 就覺得他有罪了 有些民眾看法是這樣子 所以你說這個民眾黨的下一步 我個人認為 第一個其他人如果在立法院扮演好角色的話 或許還有些或多或少的 這個民眾黨的政治相夥存在 但你說柯文哲 接下來不是只有金華城 還有很多案子 你那個北市柯 台志光 再加上這些假帳的風波也還沒有解決 那天記者會也有點不知所云 看起來好像是跟大家先暫時告別一樣 你到底問題 中間的問題你也沒有講清楚 你反而留給大家更多問號 那這樣在一連串的情況之下呢 就四個字啊 信用破產了 柯文哲跟民眾黨的信用已經破產了 所以就是說他們現在要再起難度非常高 那台灣有沒有第三勢力的市場 有 只是說現在我個人認為不會在柯文哲身上 這個已經是時代的眼淚了 已經到一個時代的鴻溝裡面去了 那接下來看 我覺得剛剛談到說會不會被壓 我覺得機會真的是還蠻大的 但周遇寇的東西 我必須要講看看就好 就是周遇寇之前多少翻車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看看就好 可是他要行出個什麼樣的氛圍 就是柯文哲可能會落跑的氛圍 就是柯文哲才剛被這個連政署帶走 就是馬上報一句說 之前就報一句說他可能去美國 那他的確要去美國沒錯 但時間點不是在這一兩天的事 那這兩天丟出來就是他行出所 他可能會跟應曉薇一樣喔 隨時會落跑喔 跑去哪裡不知道 可能跑到美國 應曉薇跑到中國大陸去 那柯文哲可能跑到美國去 那行出這樣的氛圍就變成有逃跑之魚 有逃跑之魚就是要壓他的意思 所以我個人覺得 周遇寇的東西看看就好 那重點是柯文哲的確也有要去美國 只是說不是現在 根據民眾黨的講法是9月21號 敵外話那天是佳琪生日 你們一個一個 嚴避成佳琪 你們一個一個 對 我突然想到 但問題是他不是明後天要去嘛 對 所以問題就在這裡 那我就覺得周遇寇的東西聽聽就好 那現在變成說 我覺得這個今天晚上還有得看 這兩天大家就是追這個劇 就是其他劇也不用追 昨天晚上半夜的時候 一堆朋友還說 誒 柯文哲怎麼了 來到了北檢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大家都沒在睡覺都在追這個戲 我問我本來看地面師的 為了這個姿勢一定要來看一下 他走出來的 大家都在追這個 所以這個政治的層面 我跟你講一般民眾可以 抱著比較輕鬆的看法去看 就是也不要入戲太深 那很多的層面 我說真的啦 到現在也還沒有判決出 所以也不用說怎麼樣怎麼樣 這都不用 情緒一般就好 到底不用像四超貓這樣子 我覺得四超貓那幾個 這個有些綠營的支持者 是有點太over了 我說真的 現在的台灣法律 藍綠白沒有了誰是安全的 對 我說真的 鄭文燦 鄭文燦出事的時候 對啊 那藍綠白現在有誰是安全的嗎 所以都很難講 大家得比較高興的太早 都很難說 那就保持一個 民眾就保持一個平常的 先去看這樣的情形 那柯文哲會不會有罪 法院會給他審判 我最後請教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一些 入口網站在舉辦的民調 就有說你認為柯文哲 請假期間 誰適合來當代理人 到今天的這個2點08分的時候 我們看到27%的人認為應該就要讓元老 及創導元老的蔡壁如回來當代理人 當然有22.7%的認為是黃國昌 那當然還是有一點點啦 到昨天半夜的時候 4.3%認為黃珊珊 5%認為張祈凱 講這個會太早嗎 還是我覺得恐怕今天 今夜過去之後 這可能要成為 接下來大家討論的重點囉 我覺得現在的民眾黨 他們真正的問題不是誰去當代理黨主席 或誰是去做代理的領袖 我覺得以現在他目前的危機處理的方式 成立一個所謂三人決策小組 雖然他們人也沒那麼多啦 那當然三個人來決策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適合的方式 那當然問題也 他其實邏輯也是就是說 不要讓這個小草們 或者是其他人覺得說 柯文人現在有事我跟他切割 我們找個新的一個救世組出來 新人來處理處理現在的問題 那但是你會看到這個民調也很好玩 我覺得民眾黨怎麼是要討論代理的呢 就是當柯文人真是蠻明確有事的時候 開始瓦解的時候 就有時候開始分裂的時候 那誰能去凝聚現在民眾黨 那從這民調也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支持民眾黨 還在黨內這些所謂的小草們 他們其實你看蔡壁如是第一名 代表說他們認為過去這段時間 蔡壁如離開柯文哲身邊核心 和權力核心的時候 民眾黨跟柯文哲的路線是走錯的 才會讓才會覺得說 應該把蔡壁如跟這些創黨元老叫回來 就認為現在走偏了 所以你去看 黃珊珊出乎我意料低耶 我原本覺得黃珊珊就是柯文在接下來的二把手 那現在為什麼沒有一個所謂代理黨主席出來 因為黃珊珊現在停權 他也不能再參與所謂民眾黨內部的事務 那黃國常能固然知名度高 戰鬥力也蠻強的 但是他跟民眾黨之間的連結以及代表性 我覺得還有一小段距離啦 所以你說最後通通起來才會變成說 蔡壁如這個最高 那如果蔡壁如最高的話 我覺得現在也呈現一件事情就是 現在還願意留在民眾黨或支持柯文哲的人 他們一定是以前藏起來有情感的 覺得還有機會還有希望的 那這個希望他們希望阿伯 阿伯只是一直被人誤導了 蒙蔽了走錯路了 趕快把他抓回來 蔡壁如把他抓回來吧 讓阿伯回到我們以前喜歡的阿伯 而不是現在這種買商辦的阿伯 大概就這樣子吧 那所以我覺得接下來就看民眾黨 那接下來看蔡壁如 對於這件事他的發言權 跟他能做決策能力到什麼程度 才會持續的去凝聚剛剛我說的這群小草 如果現在出來還是過去這一兩年 掌握著這些路線的這個 所謂民眾黨的這些政治人物的話 我相信小草可能會戰的程度 會比想像中快飛好量多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他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 高防曬凝露 我們今天會訪辦 我們會訪辦 周邊合作的 我們的小蜜 保養家人 你看到這裡 我們會訪辦 我們一起 nav 我們要記住 我們有些調整的 contain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